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精彩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谈谈一个有点像电影前些的故事 习近平将取代李强会见西方的大老板们 是的 您没听错 包括苹果的大老板库克在内的西方企业领袖 原本是等着跟李强进行闭门讨论的 但现在看起来习近平可能会亲自出马 这件事让一些提前离开的大老板们感到失望 他们原本希望能和中国的经济主管官员进行更私密的交流 接下来我们转到法国把安全警戒水平提高到最高级了 这是因为在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莫斯科遭遇了一次攻击事件 法国政府表示他们将会确保奥运会的安全 让大家都能安心享受这场全球盛事 让人不禁想起了2015年那次让人15年那次让人心碎的巴塔克难言 除听攻击 最后我们来看看南中国海的情况 中国建议与澳大利亚进行海事对话 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 预增只是预增之际 这样的提议看起来是希望能够降低紧张情势 并加强双方的沟通 澳大利亚表示将考虑进行最实际和有用心事的对话 不过这背后的动机和可能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好的 今天的天下文章就到这里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这些新闻背后的故事吧 习近平将取代李强会见西方大老板 一些大老板提前走了 RFI法广 包括苹果大老板库克在内的西方大老板 等待李强的不是听他致开幕词 而是论坛最后一天的与总理举行的闭门讨论 纽约时报24日报道说 在往年的论坛上 论坛的最后一天通常是总理与首席执行官们 进行长时间的闭门讨论 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但这种讨论今年却被取消了 而且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这导致一些首席执行官放弃周一的活动 在周日晚上搭乘私人飞机离开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习近平可能将取代李强 在3月27号接见来北京开会的全球首席执行官 不过 该报加了一道保险 也不排除习近平最后一刻取消会面 的确 习近平新时代任意性比较大 去年应召开的中共三中全会一直未开 没有任何理由 两会取消传统的总理记者会也是突如其来 习近平要接见西方大老板也是打破惯例 个别大老板或许对此深感荣幸 但那些提前走掉的大老板肯定很失望 他们更希望与中国主管经济的政府首脑私下的交流 这一创办二十几年的全球大企业家论坛 通常是国务院总理向全球首席执行官解释其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经济计划的好机会 尤其在这样的时刻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消费疲软 私营部门投资下降 外国投资同比减少将近百分之百分之二十 北京举办这样的活动 应该也是有点亡羊补牢的意思 拉拢各位外国大老板来中国投资 但是习近平可能要亲自来做这件事 法国世界报3月25日发自北京的消息分析 这一打破惯例的改变传达了双重信息 一方面 或许国际企业遇到的问题 中国最高层听到了 另一方面 如果习近平27号出面会见国际大老板成真 无疑将是习近平第三任期开始一年后中国权力绝对集中的心理症 观察家们见怪不怪 他们立刻想到之前的总理记者会 3月11号 按惯例李强要举行总理记者会 但是 全国人大开幕前一天公布了总理记者会取消的消息 而且 不光今年取消 今后几年也不会有了 总理记者会不会有太多新意 别指望爆出大新闻 但这是三十几年的传统 象征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 外国记者盼望的与中国政府首脑年度直接交流一次的机会 就这样关闭了 总理记者会 每年一次 习近平掌权以来 国务院总理也就只剩下一年这么一次光芒 唯一可能盖过习近平的机会 习近平也不给了 法国世界报今年两会结束后 有篇分析说 从来不屑于回答媒体提问的习近平 可能不满时任总理李克强利用2020年年度记者会的机会 说出中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千元人民币的大实话 让宣布脱贫攻坚 取得重大胜利的总书记如耿在喉 李克强2023年告别政坛后不久促势 习近平借此机会终结了这一传统仪式 从取消总理记者会到习近平可能亲自出马 与全球首席执行官会面 显而易见的是 习近平继续强化极权 一切都得听习近平的 李强只能当忠诚的执行者 中央社有报道分析说 能见度越来越低的李强 越来越像是南一号习近平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 法国把安全警戒水平提高到最高级 RFI法广 在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在莫斯科遭遇袭击事件后 法国再次把安全警戒水平提升到最高级别 应对紧急恐怖袭击的级别 根据法国总统马克龙 袭击莫斯科的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实体 最近也在法国领土上进行了几次尝试 法国将于7月26日至8月11日在巴黎举办奥运会 这一全球性的体育赛事 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法国政府的主要关注点 法国政府希望展示自己认真对待恐怖袭击的威胁 同时 法国政府也保证自己有能力控制威胁 法国内政部长达玛南周一表示 法国的警察 宪兵和情报部门将会做好准备 以确保奥运会的安全 中日晚上 法国最高当局在爱丽社宫召开了国防会议 决定将警惕海盗计划提升到最高级别 即应对紧急恐怖袭击的级别 而就在两个多月前 警惕海盗计划刚被降低了一个层级 法国总理阿塔尔提到了 法国面临的恐怖袭击威胁 法国总理周一在访问一个巴黎车站时宣布 自2024年初以来 法国已经挫败了两次袭击计划 法国总理补充说 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是真实的 强大的并且它从未减弱 莫斯科附近音乐厅遭遇的袭击 让法国人想起了2015年11月 同一圣战组织的突击队 对巴黎巴塔克兰演出厅 以及对巴黎咖啡馆露台 和法兰西体育场发动的连环袭击 总共造成130人死亡 南中国海紧张日增之际 中国建议同澳大利亚进行海事对话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说可能建议就目前 南中国海紧张局势 同澳大利亚进行海事对话 中国外交部3月21日说 北京积极考虑 同澳大利亚开展海事对话 中国外长王毅上周访问澳大利亚 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Anthony Albanese和外长黄英贤 Penny Wang就贸易 领事事务和地区安全交换了看法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在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回应中 就此表示 王毅和黄英贤3月20日会晤时 就海事安全和安全问题交换了看法 澳方将考虑就海事议题 进行最实际和有用形式的对话 中澳两国同时努力改善双边关系 中国近几个月解除了对价值 127亿美元澳大利亚产品实施的大部分制裁 中澳同意稳定贸易关系 但地区安全依然是两国之间的敏感议题 黄英贤会晤王毅后对记者说 他重申澳大利亚对海上不安全行为的严重关切 他3月20日在记者会上说 我表达了最近东盟峰会再次明确 并再次强调的我们的地区看法 即南中国海受国际法治理 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治理是重要的 一些分析师说 澳中两国可能受益于海事双边对话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詹尼弗 帕克 珍妮弗 帕克 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澳大利亚需要避免被视为赞同中国的南中国海行为 努力降级海事领域事件的方式是公开沟通 其他专家说 澳大利亚应该谨慎处理北京的建议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尤安·格雷厄姆 Ewan Graham 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北京的动机是在与堪培拉的双轨对话中 包括海事对话 中国可能希望 尽可能远地转移澳大利亚对南中国海的公共讨论 格雷厄姆认为 澳大利亚政府对改善同中国关系进行了大量投资 将难以拒绝北京的建议 一些分析师说 澳大利亚不应保持双边形式的对话 而会试图确定多边模式的对话 吸收其他国家参加 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地区安全专家斯蒂芬 纳吉 斯蒂芬·奈迪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澳大利亚一旦确定了多边模式 他们就偏离了澳中关系固有的不对称 对中国能做的事情制造了更多的制衡 格雷厄姆说 尽管中国愿意同澳大利亚讨论海事议题 但北京不可能改变南中国海的态势 中国海警船不断在南中国海 同菲律宾船只发生对抗 他对美国之音说北京不会改变立场 因为他一直试图扩大该地区对其版本的海洋法和海洋声索的接受 帕克说中澳海事对话可能至少帮助降低地区紧张 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中澳海事对话可能在发生事件时成为降低紧张的机制 南中国海日趋紧张 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周末再度爆发紧张 菲律宾政府说中国海警船星期六用水炮攻击 正在执行向第二托马斯潜滩实施补给的一艘菲律宾船只 这是中飞船只在当地的最新对抗 北京敦促马尼拉停止争议水域的侵犯和对抗 菲律宾政府誓言在其海区行使合法权利 澳大利亚近几个月加强了同东盟国家的伙伴关系 去年与菲律宾在当地巡逻 本月升级了同越南的双边关系 对升高的紧张局势做出回应 北京继续维持南中国海进攻态势 一些分析师说 中国难以说服澳大利亚改变对地区海洋安全议题的立场 斯坦福大学戈尔迪支节中心Gordian North Center 主任鲍威尔·雷·帕尔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北京增加了侵略 澳大利亚就不会轻易采取中立立场 格雷厄姆说澳大利亚虽然没有足够能力 去独立影响南中国海的事态 但堪培拉能够成为地区有效的平衡者 他对美国之音说 澳大利亚能够与当地其他国家建立一个复杂的分工 改变与北京长期斗争的进程 包括美国、日本、印度以及愿意同堪培拉合作的东南亚国家 特朗普将于4月15日面临封口费行事案审判 美国之音中文网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周一 3月25日被下令于4月15日 在纽约接受一桩刑事案件审判 这是有史以来首次针对美国总统的刑事审判 在针对特朗普的史无前例的四项刑事起诉中 封口费案或许是唯一将在11月大选前进行审判的 届时争取重返白宫的特朗普 将与总统乔·拜登·周拜登再度对决 特朗普曾试图推迟纽约案件的审判 但法官胡安、墨尘、One Merchant 驳回了他提出的推迟或彻底驳回所有指控的要求 他被控在出乎多方预料 而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前向选民掩盖自己 曾向色情明星支付封口费的事实 特朗普律师声称 为了让特朗普的律师和检察官 有更多时间审阅新披露的数千页文件 有必要长时间推迟审判 但是墨尘驳回了这一说法 这些文件来自之前联邦当局对此案的调查 一名检察官告诉墨尘 这些文件中的大部分都是不相干的 我们竟然在这里 这本身就很奇怪 墨尘在为原定于周一开始的案件设定新的审判日期之前说到 墨尘在结束听证时说到 跟你们所有人都在15号检 特朗普声称 墨尘做出三周后开庭审判的决定是抱有党派偏见 特朗普说 我不知道在选举期间如何进行审判 这不公平 特朗普否认在此案中存在不当行为 并在出庭前在他的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平台上表示 没有犯罪 我们的国家腐败了 但如果罪名成立 他可能面临数年监禁 在封口费案之外 特朗普周一在另一期法律纠纷中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胜利 纽约一家上诉法院向他提供了一条财务生命线 给了他10天的时间缴纳1.75亿美元的保证金 让他可以对针对他的民事欺诈判决提出上诉 这项裁决大幅削减了他之前被勒令缴纳的近5亿美元的保证金 保证金是为了防止州司法部长开始扣押他的资产 其中可能包括他在纽约的一些大型办公楼 城外一座豪宅 甚至他被称为特朗普一号Trump Force One的飞机 按照之前的裁定 特朗普在对二月份的一项不利裁决提出上诉期间 必须在周一的最后期限内缴纳4.64亿美元现金 或获得有现金和流动投资抵押品支持的保证金 二月份的那项裁决称 多年来他 他的长子和他的大型房地产公司 特朗普集团Trump Organization 大幅夸大了他的资产 好让他在未来的商业交易中获得更好的条件 但有五名法官组成的上诉法院何一庭给了特朗普更多的时间来支付保证金 而且金额也被减少 这对特朗普来说是一次重大胜利 或许可以结束他眼前的现金危机 他的律师表示 他手头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更大的金额 因为他的大部分财富都与房地产投资相关 而这些投资无法轻易剥离 特朗普的律师此前曾寻求只缴纳1亿美元的保证金 但没有透露他是否能达到1.75亿美元的门槛 特朗普声称手头有近5亿美元 尽管他自己的律师对这一说法提出了异议 在封口费案中 特朗普被指控在2016年大选前夕 让他曾经的政治前客 前律师迈克尔·克恩·麦克尔·科恩 向色情明星风暴女丹尼尔斯·Stormy·Daniels 支付13万美元封口费 以阻止他公开谈论他所声称的10年前 在一次名人高尔夫锦标赛上 与特朗普进行了一页优惠 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否认发生了一页优惠 针对刑事指控也否认有罪 但检察官指控他为科恩报销了这笔款项 然后非法伪造了他的业务记录 声称支付给科恩的款项是用于法律费用 科恩已经背叛了他的前任老板 预计他将成为指认特朗普的关键证人 科恩承认了本案中的竞选财务指控 和向国会撒谎等罪行 他总共在监狱服刑13.5个月 又进行了一年半的居家监禁 特朗普的另外三起刑事案件进展缓慢 其中两项涉及指控他非法密谋扭转 2020年大选输给拜登的结果 另一项指控涉及他在2021年初卸任时 非法将高度机密文件带到他位于 佛罗里达州海滨的庄园 剩下的三起案件是否会在选举前审判上不确定 如果特朗普赢得11月的选举 他可能会寻求撤销这些案件 无论如何 此前都没有一位总统在其在任期间受到起诉 他否认了四项起诉中所面临的全部91项指控 布雷德·麦尔 是美国之音 VOA 国内和国际新闻专职撰稿人 多年前 他曾为《华盛顿邮报》和《芝加哥论坛报》工作 是华盛顿的资深和获奖记者与编辑 英国首相苏纳克表示 面对中国的历史性挑战 RFI法广 英国副首相道登周一通知议会 属于中国国家的敌对行为者实施了两起恶意网络攻击 他表示 这是中国一系列敌对行动中的最新的一次 包括针对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主机构和议员 周一下午 美国政府宣布起诉欺民与中国政府合作的黑客 指控他们针对被视为批评中国的个人 美国企业和政客进行计算机入侵 负责监督选举结果的英国选举委员会 2023年8月 曾不点名宣布 遭到来自中国的黑客的恶意网络攻击 这些黑客于2021至2022年超过一年的时间里 侵入其网络系统 根据英国媒体周日披露 中国黑客侵入了英国选举委员会的数据系统和电子邮件 获取了4000万英国选民的个人信息 不过 英国副首相道登周一表示 中国黑客的干预英国民主生活的企图并未得逞 道登补充说 黑客这次入侵对选举安全没有影响 而且不会影响人们登记 投票或参与民主进程的方式 道登表示 在距离英国大选还有几个月的时候 政府将表明强硬立场 外交部将召见中国大使 要求就中国政府的这些行为做出解释 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指出 侵入英国选举委员会网络系统的幕后黑手 极有可能是一个与中国官方有关的网络组 F31 该组织被指责2021年 曾对英国国会议员发动网络侦查行动 且多数被黑客锁定的议员 被视为是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鹰派 根据英国政府周一更新的制裁名单 遭其制裁的两名个人及一个实体均与F31有关 分别是中国公民倪高斌、赵光宗 以及武汉小瑞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美国国防部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美国被控共谋实施计算机入侵和电信欺诈的 七名中国公民也是这一团伙的成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周一被问及相关报道时称 不能将网络安全问题政治化 应该使用客观证据 而不是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诽谤他国 英国首相苏纳克周一则表示 面对中国的历史性挑战 英国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身安全 穆勒纳尔将任美中院中国委员会主席 2月曾访台湾 RFI法广 中央社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Mike Johnson周一 3月25日宣布这项任命 约翰 穆勒纳尔 John Molinar随后透过新闻稿说 透过共同努力 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国家 准备好面对中共带来的挑战 并在与中共的竞争中胜出 穆勒纳尔也提到 他上个月与同是共和党籍的 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该委员会民主党领袖 克里什纳穆西 Raja Krishnamurti 访问台湾 根据穆勒纳尔当时的新闻稿 他称台湾是美国重要的盟友 经济伙伴 台湾总统蔡英文 去年4月访问中美洲后 过境美国加州 穆勒纳尔也曾与蔡英文会晤 加拉格尔透过声明指出 穆勒纳尔很理解 中共在军事 经济和意识形态上带来的威胁 将能继续推动工作 让美国站稳脚步 在与中共的战略竞争中获胜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 Select Committee 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于2023年1月成立 也被简称为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加拉格尔从2017年起 担任威斯康星州第八选区的众议员 目前是第四任 他在2月10日宣布不再竞选连任 又于3月22日突然宣布 自4月19日起辞去众议员职务 但他的办公室将持续运作服务选民 直到明年1月任期结束 综合美媒报道 共和党因非法移民议题 对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 奥赖兰朗·梅尔克斯发动弹劾 2月6日第一次表决时 以214票赞成 216票反对失败 当时加拉格尔是少数投下 反对票的共和党议员 《华尔街日报》事后刊出 加拉格尔的投书 他写道 弹劾马约卡斯不会阻挡移民跨越边界 且会树立可用于对付 未来共和党政府的先例 众议院在2月13日 就弹劾案进行第二度表决 以214票赞成 213票反对的一票之差 成功弹劾马约卡斯 让他成为近150年来 首位遭国会弹劾的内阁阁员 加拉格尔辞职生效后 共和党在众议院将剩下217席 民主党有213席 共和党只会比过半数多一席 美媒分析 如果没有民主党的支持 未来共和党在众议院通过法案 将会更加困难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